肉,它主要就是把油筋的地方给它稍微割一下 方便吃,免得嘴巴都经常叫不来 就这样子,把这筋的地方给它 它们这个肉非常的嫩 用不着脆脆去烤啊那些,反而破坏了它的肉的鲜味 破坏了口感 提前给肉弄点盐和味道 为了方便,可以把这个白胡椒 拖到盐里面 还有黑胡椒 少点黑胡椒 如何到齐,味道更厉害 然后和煮饭 就像煮腌肉的那种方式 就像煮酱肉,提前要抹盐的那样 但是不能抹太多了 就是淡淡的那种,盐味和焦香味 焦就是胡椒的焦 不用抹太久,几分钟就可以了 抹好就可以准备炸猪排的其他的料了 蛋液就只加点毛毛盐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蛋黄大,这种蛋就会稍加一点清水 稍微调轻一点 但是一定要打散 稍加点盐,你先打一下 打了以后,然后放到那儿锅 第二次打就很容易散 放到盘子头,搁点锅肉用 面包坑,买一样方便 就不再一会儿煮 低筋面粉 下锅面粉 一定要过匀均 一层八面 最后的口感的一些,每一步都很关键的 可以用手紧抹,肉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把面粉要过匀均 面包坑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刀,轻轻地把它两面翻 是不是,没过满 第二次你就把它稍微压一下 还是小路人,一星起始,没有先离起起 这个瓦子,给它这儿离起 这是一种第二锅 它在里面吸一下 下锅 这个是第一炸 这是一个锅油条片 第一炸大概脱后,脱得稳定 一分带到一分 第一炸 第一炸好了以后 油温条高点再炸了 油温条高一些了 大概下去20-20秒钟 再加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好了,金黄色 还有猪排火锅的 生命的舒服 猪排火锅的这个汤地 它味道,调料还是加点 生抽 围灵 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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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好的酱 啥个中的烧气烧炭 喝个蛋还行先 其实这个蛋的目的,一个是为了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起到一个手指的作用 一定不要去烤它,又不要让它煮过 然后盖上来盖上来盖 盖上去熟这个汤 这个位置是最怕吃点我最喜欢 白鸡 这边都要飞一点,吃起来舒服 好吃 好好吃 走 控制 带 蘋 脆 就 你 的人